每一次在说到糖这个词语的时候,大家总是会纠结到底选什么糖,无论是做菜还是煲糖,大家都会在常见的三种糖中间徘徊犹豫。 其实,这种吃出是完全没有必要的,因为只要你搞清楚了这三种糖的作用,什么时候用什么糖,就是很轻松的事情了。 那么,也就开门见山,直接给大家讲解,一下这三种糖的区别和各自的具体使用方法吧。 第一种就是我们家家户户都会有,而且基本上天天都在用的白糖,这种糖其实是由甘蔗制成的,不过,甘蔗原本的颜色被剔除干净了,所以我们看到的白糖才是光的饱满,晶莹剔透的样子。 平时做菜的时候,如果想要给菜肴稍微提一点鲜味,那么就可以加入少许的白糖,因为分量放得上,所以菜肴之中不会有多余的甜味,而白糖本身则能够将食材一起,发挥出绝妙的口感。 当然了,如果有的时候没吃早饭,又感到头晕,一杯糖盐水可是很好的解决方法哦。 第二种则是白糖的衍生产品。 冰糖,为什么会产生冰糖这种产品呢? 其实是因为白糖本身太容易受潮变质了,一旦白糖变质,那么它的口感就会大大折扣。 而且,白糖如果没有好好保存的话,很容易招来蚂蚁等是甜的昆虫。 而冰糖就不一样了,冰糖以一种大晶体的方式存在,所有会散发出芳香气息的根子都全部被固定住了。 自然也就不会招来可怕的蚂蚁,除此之外,冰糖本身有清热的功能。 所以,如果很容易上火的话,不妨试试用冰糖来煲糖,尤其是冰糖以二血梨汤,简直就是下货润费养盐的绝在选择。 第三种就是平时不怎么见到的红糖了。 其实这种糖才是最接近原始状态的糖,因为它是直接由甘蔗汁提取出来的。 没有经过其他的在加工或者是色素提取。 所以,无论是从营养价值的角度来说,还是从热量的角度来说,红糖都是三种糖之中最高的。 所以,如果胃寒或者是身体比较虚弱,需要多吃点东西来补一补身体的话,红糖就是比较好的选择了。 比如说女人在坐月子的时候,就可以多吃一点红糖。 除此之外,如果有宫癌的女孩子,也可以尝试每天都喝一杯红糖水。 这样,就可以有效的缓解经期紊乱,痛经等症状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